路加福音第九章 耶稣召集了那十二人来 赐给他们制服一切魔鬼 并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 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 并治好病人 向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 也不要带棍杖 也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食物 也不要带银钱 也不要带两件内衣 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要离开那城 扶去你们脚上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发 周游各乡村宣传喜讯 到处治病 分封侯黑洛德听到发生的这一切事 犹豫不定 因为有些人说 若汉从死者中复活了 但另有些人说 是厄里亚出现了 还有些人说 是一位古先知复活了 黑洛德且说 若汉我已经斩首了 而这人到底是谁 关于他 我竟听到了这样的事 便想罚看看他 宗徒们回来 把所行的一切报告给耶稣 他遂带着他们 私自退往一座 名叫贝特塞达的城去了 群众一知道 也跟随他去了 他就迎接他们 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 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 天将要黑的时候 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 请遣散群众 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 投诉巡食 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 耶稣却向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他们答说 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 原来男人大约有五千 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 叫他们分火坐下 约五十人一伙 门徒就照样坐了 叫众人坐下 他随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 望着天祝福了 掰开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群众前 众人吃了也都饱了 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十二筐 有一天 耶稣独自祈祷 门徒同他在一起 他问他们说 众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有人说是喜者若汉 有人却说是厄里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 他问他们说 但你们说我是谁呢 伯多禄回答说 天主的受福者 但耶稣严厉嘱咐他们 不要把这事告诉人 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长老 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 并且要被杀 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他又对众人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这人必能救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丧失了自己 或陪上自己 为他有什么益处呢 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 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 和富及众圣天使的光荣中将来时 也要以这人为耻 我确实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天主的国 讲了这些道理以后 大约过了八天 耶稣带着伯多禄 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 正当他祈祷时 他的面容改变 他的衣服洁白发光 忽然有两个人 即梅瑟和厄里亚 同他谈话 他们出现在光荣中 谈论耶稣的去世 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 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 他们一醒就看见他的光荣 和在他旁视力的两个人 那二人正要离开时 伯多禄对耶稣说 老师 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里亚 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时 门徒们就害怕起来 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从他 正有这声音时 只见耶稣独自一人 在那些日子 他们都守了秘密 把所见的事 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 他们从山上下来 一大群人来迎接他 看 从群众中 有一个人喊叫说 师父 求你连世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毒子 魔鬼一抓住他 便使他突然狂叫 使他惊乱 至于吐沫 叫他精疲力尽了 还是不肯离开他 我求了你的门徒 把魔鬼逐出 他们却不能 耶稣回答说 哎 无性而败坏的世代 我同你们在一起 并容忍你们 直到几时呢 领你的儿子到这里来吧 当他走过来时 魔鬼还把他摔倒 使他禁乱 耶稣一斥责邪魔 就治好了孩子 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 众人都惊讶天主的伟大 当众人经其耶稣 所做的一切时 他向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应谨记这些话 人子将要被交于人手中 但他们不明了这话 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 不叫他们了解 他们又怕问他这话的意思 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 谁是他们中最大的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领了一个小孩子 叫他立在自己身边 对他们说 谁若为了我的名字 收留这个小孩子 就是收留我 谁若收留我 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因为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 这人才是最大的 若望说 老师 我们曾看见一个人 因你的名字驱魔 就禁止了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同伙 耶稣却向他说 不要禁止 因为谁不反对你们 就是倾向你们 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 就快要来到 他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 他们去了 进了撒玛里亚人的一个村庄 好为他准备住宿 人们却不收留他 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 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 便说 主 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 反悔他们吗 耶稣转过身来 斥责了他们 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正走的时候 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不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随你 耶稣给他说 湖里有穴 天上的飞鸟有巢 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另一个人说 你跟随我吧 那人却说 主 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给他说 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 至于你 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 又有一个人说 主 我要跟随你 但是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 耶稣对他说 守扶着离而往后看的 不是于天主的国 所以 有一次 先说 他的生命和 不疑 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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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